观众朋友 你渴望一个幸福的人生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或许在今天影片介绍的人物中 能给你一个启发 是的 你没有点错频道 这里是不止说三国 也会聊古今中外历史人物的英雄说书 我是说书人阿瑞 欢迎来到我们希腊三则最终章 雅里斯多德 在之前的影片中 我们依序讲了 鼎鼎有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 传到雅里斯多德这边 已经是第三代的徒孙关系了 他们各自都在寻找自己生命中 最重要的真理 譬如公平正义 完美的治国之道等等 并且希望可以透过这套理论 带领人类过更好的生活 迈向幸福 然而这件事情有那么容易达成吗 雅里斯多德背负着 祖传三代的哲学包袱 有办法迈开步伐 冲过成功的终点线吗 今天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有句俗话说 整个哲学史只不过是 柏拉图哲学的主角 作为柏拉图弟子的雅里斯多德 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由于他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堪称是博学大师 有人就赞美他的成就 不单单是哲学了 而是整个西方各种学科的奠基者 得到这么高的推崇 会在拉菲尔的名画 雅典学院中占据C位 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没错 在上一集影片结尾我们提到了这幅画 雅里斯多德与老师两人 同时在画中献身 而他们的祖师爷 苏格拉底也有情客串 你有找到老苏吗 公布答案之前 先做个小小补充 这里感谢我们频道的忠实观众 William Kiddo 分享他哲学本科的专页 替我在柏拉图那一支影片 下方做了更正 好比说理行的部分 我借用了佛教徒的想法去理解 就有一些超义的地方 非常感谢他的分享 我有把那一则留言置顶 威廉还特别提到 他认为的柏拉图式爱情 究竟是什么 相当刺激 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去延伸阅读 让我们把焦点回到雅典学院 穿着黄色衣服 身披蓝色长袍的 就是雅里斯多德 黄色对应着土 蓝色对应着水 这两者都是会向下沉的元素 与穿着紫衣红袍 象征风雨火元素的柏拉图 呈现明显对比 苏格拉底躲在哪里 有些网友猜测是坐卧在阶梯上 坦胸漏背的那一位 很可惜并不是 那一位是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 蒂欧根尼 他最有名的事迹是 相传亚历山大某次向他请教问题 并询问他需要什么回报 表示自己都能够兑现 结果蒂欧根尼只说 闪开别挡住我的阳光 很有丐帮帮主的味道 幸好亚历山大也很大气 往旁边退开几步 还对左右表示 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 投胎当帝欧根尼也不错 苏格拉底的本尊 其实是从柏拉图往左看 那一位全身穿着绿色长袍 面对四个人提出问题的人 就是老苏 大家猜对了吗 站在老苏左边打 是他好朋友瑟诺芬 也就是上一集我们说 在回忆录里称赞苏格拉底 是善良好人的那一位 在更左边一点 头戴着金色头盔 身披盔甲的就是亚历山大 这幅画里还有很多知名人物 我就不再多赘述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在Google查询 我们都知道 柏拉图开班授课的学生是很多的 亚历斯多德凭什么能够从这么多同学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跟老师必肩的伟大学者 照惯例我们来认识一下他的少年生活吧 亚历斯多德诞生于公元前384年 虽然不像柏拉图是出身贵族世家 但其实也没有差太多 他老爸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 一家人生活在希腊半岛东北部的斯塔基拉古城 也就是现今爱琴海北方的海岸附近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 亚历斯多德并不是在贫困环境中成长 相反的还可能受到医生世家薰陶 让他对于生物学动物学等学科有更多的兴趣 而不像其他哲学家只专注在特定的领域当中 亚历斯多德是在18岁的时候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院上课 当时大约是公元前367年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也是菲利二世在迪比斯城邦作为人质的时期 新观众可能会想 谁是菲利二世啊 怎么突然冒了这个人出来 他就是那个后来带领马其顿王国改革 徽军南下称霸希腊的君主 儿子呢叫做亚历山大 这段故事我们有拍过两集影片 欢迎可以回头参考看看 因此啊我难免会猜想 为什么身为宫廷御医的亚历斯多德爸爸 早不送晚不送 等到儿子都已经18岁了 才把他送到雅典呢 或许有跟当时马其顿的国家大战略有关 由于他们位于希腊中北部 位置比较偏僻 被众多的希腊城邦啊 当成是落后的野蛮人 在波西战争爆发的时候啊 马其顿先是依附在波斯底下 但又偷偷给希腊城邦传递情报 这种呢在两个强盛国家中间 夹缝求生的情况哦 大概就是马其顿决心要改革的起因 而国家要变革呢 自然就得学习厉害的对象 击退波斯的希腊城邦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这应该可以解释啊 为什么菲利二世要到当时最强盛的 迪比斯作为人质 当然啦 这也可能是受到胁迫 进行的政治交易 但不可否认哦 菲利二世在希腊城邦 学习到的各种知识 是之后他回到马其顿后 进行改革的基础 话说回来呢 18岁的亚里斯多德啊 来到雅典 进入柏拉图学院中求学 除了原生家乡不同之外 他和其他学生呢 也有本质差异 那就是 他并非从幼童开始 就接受希腊城邦的思想教育 而是在已经具备成熟思维后 才开始学习柏拉图的理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哦 那就是呢 60岁的柏拉图在台上 滔滔不绝的讲解 底下呢 却有一个一头雾水的插班生 时不时啊 就打断老师的节奏提出问题 不然呢 就是举出他不认同的地方 甚至还引用从医生老爸那边 学到的知识来进行反驳 面对这种情形啊 柏拉图有没有翻脸 我不确定 但如果是比较资深的同学 应该会直接呛他滚回马其顿啊 大家都是来上课 结果你竟然是来踢馆的 好啦 认真说 已经活到一把年纪的柏拉图 又是政治家 休养呢 是还不错 但有个小八卦是这样的 柏拉图曾私下跟别人讲 亚里斯多德啊 踢开了我 就像是小熊居 踢开生养他的母亲一样啊 年轻的亚里斯多德 如果听到这句话 他大概会想 这老头是不是拐着弯骂我 是匹奴盾的马啊 好你咋在啊 柏拉图凭借深厚的学识 以及不断探求真理的方式 最终还是 折服了亚里斯多德 在学院待了20年的他 尽管一开始 或许是个问题儿童 在逐渐了解老师的学问后 虽然还是有很多不认同的地方 但并不妨碍 他非常尊重他的老师 于是才会有那一句千古名言的诞生 无碍无师 但比更爱真理 公元前三四七年 柏拉图去世 亚里斯多德呢 有尝试想要竞选 柏拉图学院的院长 不过大家听完前面的经历 不难想象啊 他在同侪之间 肯定是不太受欢迎 最后呢 投票结果 输给了柏拉图的侄儿 由于新的院长 同样是柏拉图理论学派的 坚定拥护者 更爱真理的亚里斯多德 只好离开学院 去寻找能够让他一展长才的地方 首先呢 他跟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学 一起到小亚细亚的阿索斯城邦建立学院 开始他的教学与研究 快要40岁的亚里斯多德啊 正值壮年 他的学说与研究呢 受到国王赫米亚斯的喜爱 而国王的养女皮西亚斯 更是让亚里斯多德啊 一见倾心啊 说来巧合哦 皮西亚斯呢 其实是一位知名的生物学家 在碰上了对生物学 也略懂略懂的亚里斯多德 两人可说是一拍即合 充满了共同话题 最后很自然的步入婚姻 据说呢 他们在婚后的蜜月之旅 还会一起收集生物标本啊 共同研究胚胎学 不知道哦 有没有读生物的观众朋友 或许可以跟未来另一半 参考一下 亚里斯多德的蜜月行程 让人遗憾的是呢 公元前三四四年 国王赫米亚斯在一场暴动中 遭到谋杀而死 为了避难呢 亚里斯多德只能带着家人 一起离开了小亚细亚 所幸危机就是转机 他故乡马其顿的国王菲利二世 已经快要征服整个希腊城邦 正打算替儿子找一位老师 一开始呢 菲利二世锁定的人选 其实是雅典学院的院长 只不过当时雅典城邦啊 还没有臣服于马其顿 再加上呢 传闻中那位柏拉图的侄儿 是一位喜欢铺张浪费的学者 过惯了奢华的生活 怎么可能有意愿去偏远的马其顿 教导王子呢 于是啊 菲利二世把眼光转向 不是亚里斯多德 是著名的演说家 伊索克拉底 虽然他是落魄的贵族 但也是雅典一所修辞学校的创办人 教导过众多城邦的学生 不过身为雅典人的他 终究还是回绝了马其顿的邀请 靠着武力四处征服天下的菲利二世 接连被打枪拒绝后啊 说什么都不想要再收到 你很好 可是我们不适合的好人卡了 最后一次的邀请 他就找上了亚里斯多德 而我们阿德呢 也趁机提出请求 希望请国王呢 帮忙重建他的家乡 原来啊 在马其顿四处征战的过程中 亚里斯多德的故乡 斯塔基拉也受到战火波及 还有不少公民沦为奴隶 菲利二世心想 钱能解决的事情都小事啊 我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于是他立即拨款 替那些被卖为奴隶的 斯塔基拉百姓赎生 同时呢 召集其他流亡在外的难民返乡 一起重建家园 得知消息的亚里斯多德 也遵守他的承诺 在公元前三四二年 前往担任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 这对他来说啊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大家还记得柏拉图的理想国吗 他老人家认为 最好的统治者呢 要么是哲学家皇帝 要么是受过哲学训练的领导人 而此时的亚里斯多德 刚好有机会指导未来的国王 于是亚里斯多德啊 可以说是寝囊相授 把他所理解的道德、政治、哲学等知识 全都交给了亚历山大 不仅如此呢 在医学、生物、地理等科学领域的刺激 更启发了亚历山大的好奇心 在原定计划三年的学业完成后 亚历山大还是不断支持他的老师 投入各项领域的研究 不得不说 有一位帝王作为研究后盾 对于人力与财力的支援啊 那是非常吃香的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亚历斯多德 能够同步开启那么多研究计划的原因之一 公元前335年 再次回到雅典的亚历斯多德啊 又一次出马 竞选柏拉图学院的院长 此时呢 亚历山大已经征服整个希腊 照理说 身为国师 选个院长应该是手到擒来吧 但他太小看雅典人 面对征服着马其顿人的敌意了 又或者是呢 大家都还没有忘记 亚历斯多德啊 是个问题儿童 以前老是顶撞恩师的事迹啊 他不出意外的再次落选 亚历斯多德呢 把心一横啊 干脆自己在雅典建立了 鲁西恩学院 反正呢 之前也不是没有办过学校啊 再加上现在他有国王支持 学院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而鲁西恩这个名词呢 后来也成为学府的意思 接下来的十几年啊 亚历斯多德便专心在学院教书 据说他讲课的时候 喜欢一边漫步于学院的走廊与花园 一边说明他的理论 所以呢 人们便称他的学派为绕郎学派 回廊学派 或者是漫步的哲学 还有人翻译做逍遥学派 嗯 我知道啊 因为散步久了 都学会临波微步了嘛 想当初哦 柏拉图为了宣传雅典学院 四处广发文宣 让自己的学说呢 以对话录形式被保留 但亚历斯多德呢 替鲁西恩学院做的广告 流传下来的却不多 反倒是他的学生们 上课时候做的大量共笔啊 替我们留存了大师思想 其实也不难理解啦 因为亚历斯多德懂的东西 实在太多太广 如果不好好做笔记哦 是真的记不住啊 除了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生物学啊 胚胎学 以及他跟柏拉图学的 哲学 政治 伦理 心理学 到后来 他自己在教学与研究的 天文学 地理学 经济学 文学 诗歌 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呢 他大概是把当代能够研究的领域 几乎都接触到了 然而沉浸在探索知识的海洋里 亚历斯多德最终可以到达什么地步 我们却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因为在公元前三二三年 亚历山大英年早逝 这一位传奇帝王的离开 同时也让雅典人掀起了反抗马其顿的抗争运动 亚历斯多德为了避免受到政治牵连 选择离开这是非之地 他在临行之前曾说 别让雅典人犯下第二次毁灭哲学的罪孽 诶 那第一次是什么呢 应该有不难猜 指的是他的师公苏格拉底 老苏被判处死刑 很可惜呢 亚历斯多德离开雅典后 虽然躲过了政治牵连 却逃不过疾病缠身 隔年就病死在查尔西斯 享年62岁 亚历斯多德在学术上留下来的贡献非常全面 因此也有人说 把他所有的著作加起来 大概就是当时希腊人的百科全书 而他则是在人间行走的书处 同时呢 他也是第一位将所有学问分门别类 建立起学科架构的学者 那这么多领域的理论呢 我应该是无法在一集影片中全部说完 这边只负责起个头 村的勒就欢迎大家在画家劳文 好凶漏气就有进步啦 回顾一开始雅典学院那一幅画 到后来呢 他的求学过程 我们都不停在说 亚历斯多德和他老师柏拉图的理论 有不同或对立 到底是什么不同 他爱的真理和他的恩师追求的差异在哪里呢 亚历斯多德将他所学划分成三大类 分别是理论的知识 实践的知识 以及生产的知识 理论的知识呢 包含自然学数学 以及写在自然学之后的学科 实践的知识呢 包含政治学 经济学 伦力学 生产的知识则有 师学 修辞学 我们今天呢 只简单聊理论的知识这一大类 首先啊 是自然学 自然学呢 包含天文地理 动物植物 等一切世界万物 都属于自然学的范畴 亚历斯多德研究这世间万物的变化与本质 他在思考 为什么天气会有变化 为什么水会往低处流 动物为什么成长 这一切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呢 世界万物的变化在于这个现象世界万物 对于理型世界的模仿 因为理型是事物完美的模样 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去追求 But 亚历斯多德认为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理型世界 自始自终就只有一个自然界 而这个自然界万物的变化 可以归纳成四个原因 哪四个原因呢 分别是 直接用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一棵大树 树木是由种子变化而来 因此树木的植料是种子 大树则是种子的形式 而种子长成大树的动力是发芽 而长成大树的模样 则是种子的最终目的 这四个原因缺一不可 亚历斯多德用四因说 来解释世界万物的变化 而除了四因说 亚历斯多德还探讨运动的变化 数学等领域 等这些学科都研究完后 他又想进一步了解 在那些变化中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关于这些 亚历斯多德写在自然学的后面 所以直接被称为metaphysical 之后才逐渐被翻译成形上学 本意是探讨所有学科 或者说万物中共同普遍的原理 那么亚历斯多德有找到吗 或许算有吧 他认为万物都有自己的本质 而本质是不变的 会变动的是附属于本质的情境或状态 比如说苏格拉底的本质是人 而变动的是身高体重年龄地点等情境或状态 就这样 从自然界的变化到万物共同的原理 一步一步从理论知识到生产 亚历斯多德建立起庞大又具有逻辑性的 各门各科学术理论 从此影响了往后2000多年的西方学术界 如果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来人间 打破了希腊人将一切问题通通归因于诸神的思考方式 那么柏拉图就是穷尽一生试图去解答苏格拉底留下来的问题 如果说晚年的柏拉图开始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与反思 那么亚历斯多德就是直接吸收老师批判的精神 推演出一套跟老师意中存同的理论 再往下一代的亚历山大 很可能是太早去世 来不及看到他的学术成就 不过光凭他建立起的庞大帝国 也足以让他和亚历斯多德这一对师徒名流侵蚀 只是他所建立的政体 恐怕也效法了老师的批判精神 既非雅典的民主 也非寡头贵族 而是希腊死对头 波斯的君主专制 回过头来 希腊三哲 或者说所有的哲学家 其实都共同在探讨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今天影片开头的提问 我们人类要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苏格拉底认为 实现自身美德就能带来幸福 依照他的风格大概还要追问一句 这样真的就算是幸福吗 柏拉图则提出 兼顾感官与理智上的善 就能调和出幸福 这一种最完美的幸福 存在于理行世界 需要我们以爱为动力 不断地去探求 亚历斯多德却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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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完美的美德 不管是勇敢善良 还是诚实的特质 只要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 就是美德的展现 而拥有美德的身心状态 就是所谓的幸福 很好奇一幕前的观众朋友听完这三集影片 你们认为的幸福又是什么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我自己认为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中 很多人认为美与善的事物往往会被庞杂的资讯掩盖 但我也常说 科技不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过去受限于科技 人类想要接触新事物会受时空地理限制 现在你的意志自由了 遇到你喜欢的东西好好把握 就算你们没有面对面 依然可以感受到彼此的想法 对我来说 这也是一种现代人的幸福 有没有听到弦外之音呢 没错 既然你有缘看到这支影片 还看到最后了 应该是蛮喜欢的吧 YouTube现在频道众多 一个错过下次要见面就不知道是何时 把握现在按下订阅打开小铃铛的机会 幸福就在自己的手中哦 好啦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 这系列影片脚本非常感谢我的前同事 兼文学创作好朋友 克里夫说历史协力制作 旁边小方框有他的影片可以欣赏 除了订阅英雄说书之外 也可以追踪说书人阿瑞的Instagram 我会在那边分享更多说书日常 在能力索机范围也可以使用加入会员 或超级感谢留言给频道更多支持 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